嗨我是魔貓 4月1號之後我會在大港開張出沒 看到我懷疑打刀呼 如果我手上有酒的話我會請你喝 如果你覺得有什麼有料題材或是有趣的事的話 記得在底下或DT找我 然後不要在留言第一次已退款了 你們這些POE玩家 是嫌我火不夠燒嗎 說到暗黑市 這是暗黑市的序號已經成功抽出來了 然後因為有效填寫數量確實超過了一千個 所以依照承諾我多加碼抽出一個 恭喜以上兩位 可以去查看一下你留下來的信箱 在3月27號開始 我練了三隻拖王角色 都是從沙彈上爬起來 一路練到打贏紅藍王 過程中是純自立聯盟 都是開新角色 沒有任何的魚圖天賦還有交易 總共有 死靈火山火繞轉屍體爆破 10小時47分 聖宗火繞印9小時40分 死靈射免轉助影 10小時10分 助影比較特別 我設定的規則是可以用5C買一根助影 其餘完全不能交易 六棟都是靠打到的工匠點的 本來還想要再跑一隻儲行大力陣級轉稅骨 因為大力陣級Thunder也是最近很強的拖王套路 經常被拿來當成轉稅骨前的前製作業 但真的不能再換遊戲了 要把時間拿來剪片了 這部影片來聊一下我這些玩過的拖王套路 跟一些我學習到的東西 最近這首歌也練得很勤勞 各種奇怪套路也出現 聖宗自備火繞印斯拉在論壇上面看到討論 決定自己嘗試了 最後用LCSFF 紅藍run跑出6小時50分的噁心成績 他表示過程中也很少斜量低於58以下 是一隻傷害還有防禦都超棒的開放角色 之後玩的我有印象的還有 聖宗電球 7小時47分通紅藍王 銳眼閃電陷阱 彈珠台 4小時10分過完章節 詐欺師火持續 超級怪招 結果居然6小時50分通紅藍王 介紹一下聖宗四倍烙印 其實這並不是什麼新概念 單純就是有人在RADE上面說 用烙印護岸的話 所有的烙印回到身旁都會強制再觸發一次 本來烙印要附著敵人才能觸發效果 因此你對於單體的傷害會限於附著的數量 再加上末日烙印本身觸發頻率很低 基礎觸發的頻率是1.5秒 對於單體非常糟糕 但使用這個聖宗套路 配合烙印正義加烙印專精圈 就可以把烙印數量堆到7個 到怪物旁邊的時候按下烙印呼喚 所有末日烙印會立刻觸發一次 等同瞬間造成7個烙印的觸發傷害 聖宗的專精你的烙印呼喚減少100%冷卻時間 配合烙印圈和專精 減少170% 即刻把烙印呼喚壓在1.2秒CD 造就了這次不靠任何傳奇裝 只靠天賦和聖宗昇華 就有極其噁心的傷害和清怪效率 看這是老頭最強的開荒選擇 可能快還不定 但是肯定無腦 打圖師只要維持7個烙印 平均遇到每一團怪就放一次烙印 一路壓著烙印呼喚 衝到王房就可以了 防禦面上使用心靈昇華加異能魔力 將ES轉化為魔力解決耗魔問題 而且還能靠神聖祝福多嫖一個狂熱光環 感動多28更多傷害 是現在上方法術職業基本上必全的強勢組合 聖宗自帶的魔力減傷還有配合心靈昇華 配合ES底的裝備跟盾牌 幾乎能夠把有效的容量光在狂圖上面 就拉到4000以上 雖然這文歌表示這隻在拖王的表現很好 我實際遊玩也覺得不錯 但其實並沒有很坦 我最後跑完紅藍弱王死了快30次 這流派其實很怕持續傷 傷害面上雖然很輕鬆都可以打到80萬出頭 但其實要一直不斷貼著網放烙印呼喚 體感很像進展 反而不像烙印 後續的提升要靠轉暴擊流 我個人唸了一下 不太推薦 烙印勝中會更適合是一個 讓你有一個老頭騎手 然後賺夠錢之後 後續可以轉判官陣火 或是聖宗冰茅圖等等老牌流派 我覺得會比較合理 再來是死靈點燃失爆 死靈失爆的意思是我很喜歡流派 先前也是剛特地首選 被視為最OP的流派之一 變成是曾經用全身藍裝的死靈失爆 再來HCSF打贏全釋放恐懼 逐漸死靈失爆的全勝時期有多威 但歷經了兩次版本的削弱 一代不如一代 如今死靈失爆的可能只剩全勝時期的一半傷害了 同時也多了很多缺點 雖然這樣說 但仍然是一個你要騎女巫的好選擇 這個流派仍然有完全不吃裝備 速度快 坦度高的特點 SC我會更推薦用元素池來玩 相比死靈少了海骨奉獻的雙格 但是卻多了40%還有25%的更多傷害 會是一個讓你轉點燃EK或者是爆炸劍的好選擇 因為天賦也比較相近 再來是死靈射免轉注影 沒錯至少4G沒有拿起注影了 幾乎一年的時間都沒有用這個我最愛的流派拖荒 由於SSF拿到注影還是有難度 我設立的規則是60等之後可以用5C買一根注影 其餘全都是自立 我用4栋注影一路碾上T11之後點到6栋 這是我打藍小王跟紅小王的速度 先前在獅爆最OP的版本 我會認為獅爆是死靈的最佳開 這版本我覺得死靈的SC最佳開肯定是注影 不論在防禦面、造架、傷害面上 可能都是最優質的 在全身路邊減的情況下 就有基礎300萬的傷害 打前面的內容都是直接輾過去 後面有打藍王還有紅王的畫面 再加上整隻的彈性很高 如果想要更高的坦度的話 我們可以選擇海骨奉獻 就能達到58的雙格 這隻同愛也使用了1B配神刃祝福的套路 身上的光環在開 堅定、戰爭旗、驕傲、極力裝甲 1B神刃祝福再多開狂熱 等於把所有的傷害拿齊 防禦面也相當不俗 即使有開一個8天的星團 仍然在88等的時候 就達到5100血的容量 死靈自帶的消耗屍體攻速 配上精神耗力 你的召喚物攻速套用到自身 血肉奉獻配奉獻女魔 把血肉奉獻一半的攻跑速套到自身 高達150%的攻速 讓越級的速度像是在玩近戰職業 跑圖也是靠幻影的鎖地就好 玩起來仍然跟我第一次見到他一樣美 前面的拓荒是用射免過章節 雖然射免也被削弱 將召喚夾翼頭的配方改成 40Q的召喚寶石總和才能合成 但射免只要動色配對 配到做好 原來是非常強勢的拓章節選擇 我這隻花了4小時4分突然章節 如果再練幾次的話 應該可以壓近4小時10分 我已經有發一隻射免手把手過章節的影片 可以去參考一下 影片的最後我會把三個流派 打紅藍王的畫面都放著 給你參考 同時POB也都在下面可以找到 但就這樣子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是魔貓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MING PAO CANAD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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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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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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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茜 u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滾球啦,好像不完咧 滾球啦,好像不完咧 滾球啦,还不完咧 滾球啦,好像不完咧 滾球啊,滾球啦 滾球啦,滾球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